大埔一向有好多好食 今次就帶大家來到這間專賣栗子和糧果的店 因為他們最近就有一款栗子味的軟雪糕 在網上大受歡迎 我們店鋪開了十年 我們之前在大埔的舊街市富善街 就開了九年 今年終於找到這個店鋪 所以就搬了出來 我們店鋪主要開始 就是賣炒栗子 炒栗子之後 還有一些糧果和果仁 還有一些瓜子 就因為炒栗子是一個冬天比較受歡迎的產品 夏天比較少需求 我們就用了栗子去做雪糕 新店鋪還加上軟雪糕 店鋪是賣炒栗子起家的 所以用的栗子品種都很講究 我們是用天津附近一個叫做 千西地方裡面的栗子 沒有加防護劑 什麼都沒有的 天然不再種 它的特性就是皮比較薄 還有它的壞果比較少 通常一百粒裡面 可能只有幾粒會爛 我們看得出來都會選走 因為那個緯度 是比較適合栗子的種植 叫做燕山山脈 它有豐富的礦物質 所以出來的栗子就會比較甜比較香 吃下去的口感比較 裸性比較強一些 而雪糕當然都是用它們的高質栗子製造 我們的軟雪糕用了我們自己選的栗子肉 和北海道3.5的牛奶去打勻來製造 我們強調除了栗子肉就沒有其他的 就會純粹這樣打 所以入口就非常重的栗子味 在香港也比較少有些 栗子口味的原雪糕口感幼滑 富有淡淡的栗子香氣 冬天吃雪糕另有一番風味 還有客人如果因為疫情關係 覺得在街吃雪糕不方便 店舖也有推出家用裝的雪糕 更加有送貨服務 在家裡慢慢吃都沒問題 我們店舖除了栗子之外 我們最主打都是梁果和果仁 梁果雪糕我們會覺得 在市面上都比較少有些 我們就想創新 創新出來的效果都不錯 華梅雪糕都比較受歡迎 好像這一款華梅雪糕一樣 真的夾著華梅粒 吃的時候酸酸甜甜 非常醒胃 說了那麼久 最後不如讓老闆和大家分享一下 剝栗子的小貼士吧 我們有栗子器 栗子普遍一邊比較凸 一邊比較平 用平的面 就用栗子去按幾下 頭尾按一按就打開了 如果沒有栗子器那怎麼辦 其實都很容易 因為我們本身的栗子比較薄 在頭頂尖尖捏一捏 就會開了 都很容易開到 AM730的讀者朋友 你們好,我是張藝聰 祝大家新幾年身體健康 心想事成 苦苦生威